花盆的上缘挂了一圈铁链,上头一根根钉子状的倒刺就像血滴子,这什么意思?暗器吗?防水呢?路人无辜受害了。 附近的居民开车回家路过,轮胎被刺破,返家后临胎压,回头看到这吓人的花盆血滴子,就摆在巷弄转角处,一不小心会中招。 车主开的是休旅车,车身比较大,看看当时的行车记录器,车子要右转进入巷弄,左前方停了一辆轿车,所以偏右开,就是这时候倒刺勾破轮胎卡住了。 那个倒刺,那个真的很危险,很尖锐,行人走过去割道都相当很危险,而且那边有小朋友。 花盆血滴子在云林湖尾巷弄转角,发生刺破轮胎事件之后,车主报警,住户已经将铁刺拆除,对面的轿车还在, 车身遭泼了咖啡色的漆。 哦,好可怕。 是哦? 起来我了。 哦,很危险,我心很悲。 我车不过了,所以, 箱子口停车的,还有转角处装倒钩的,两家敲门都没人回应,原来对面两家人,因为停车问题闹得不愉快,不是一两天的事。 长期,那个,因为那辆车停在那边,他,如果有车厂经过,可能会压到他们家的花盆,或者是说他们, 人家的建筑物,所以他做出这样子的行为。 前方初步了解,盆栽摆放的位置,私失人土地,车主提告损害求偿,停在巷弄转角处的车辆违规了。 车主先请一致,之后再依道教条例,去做一个相关的举报动作。 现场外观看来,铁卷门内应该可以停车,为何车辆不停进去,却停在巷弄口? 收到困扰的对面住户,以危险的方式反制,结果反而是路人遭殃。 TBS新闻,蔡总理,无数评,原理报道。 请大家订阅按赞,分享TVBSnews频道,并且开启小铃铛。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,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时。